欢迎收看香港电台及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湾区传媒体 我是水几文 我是陈永雄 希望大家透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更加了解我们的国家 跟随镜头可以看到最新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动态 包括创科、民生和基建 深圳近日推出全国首个航空地铁创新联运项目 地铁行李驿站 旅客按照流程预约之后 会有工作人员上班取件 将行李通过地铁行李驿站 送往机场同机运输 享受行李点对点的运送服务 南京近日推出江苏手座加油站里面的换电站 电动汽车遇上无电 电池选耗 充电不方便等情况下 可以进入换电站 卸载换装电池 全程用时大概5分钟 全国首个血小板基因资料库协作组 近日在杭州成立 协作单位通过资料库快速西查 和病患相匹配的血小板数据 帮助解决相关医学难题 首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序区名单当中 广州的北京路榜上有名 今次评选标准涉及业界的形态 公共服务 政策环境等六方面 夜间营业的文化类商户数量 或者营业面积 应占比例不低于40% 在2021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 河南博文院发布了数字考古盲盒 将馆藏文物搬到手机 通过跨界融合推动文创发展 由今集开始 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环节 就是由香港电台电视部制作的 大自然大不同 会带大家远离反萧接触一下大自然 透过这个全新环节 我们可以看到香港不同地方的动植物 今集我们就请到这个节目的监制 夏季昌和我们见面的 你好我是昌哥 大家好 昌哥为何一开始会制作这个节目呢 其实我们一开始觉得香港的大自然很丰富 特别是我们的家庭公园保存得很好 希望可以透过节目去介绍给观众看 香港其实有什么物种 其实我知道拍动植物 是很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都应该拍得很辛苦的 那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最大的困难就是这样 就是等待 因为当我们去到要拍的时候 我们会计划好 做好研搜索 去看过 但是是不是真的会找回呢 就不知道 比如我们拍那只露料 我们可能去探望的时候看到它在那里 但是拍那天我们不能跟它约了 约了一个时间就知道可以 去到的时候就看看它会不会出门 看它的心情 看各方面大自然的因素 有没有下雨 有没有雨食 风向 各方面如何 我知道这个节目已经拍了两辑 接下来还有没有一些计划呢 我们已经是在拍第三辑了 希望将香港那么丰富的物种 亦都有很多题材 介绍给香港的观众看 亦都介绍给更多中国不同的观众去欣赏 其实我只听到这个开头已经是相当期待 亦都可以说我们大自然大不同的新环节 汇聚了窗戈以及你们团队很多的心血 第一集会呈现什么精彩内容 第一集我们会说香港不同的风类 有很多种 而第一集我们会说住在竹里面的风 就叫做竹风 天边曙光暂楼 城市漸漸産城 香港人出名喜欢上班 有一种风 与香港人同样勤力 天到眉光 他就出门找食 不过 他偶尔都会賴下床 简单疏离一下 是时候出门了 这种是一种六次木蜂 因为是竹竿竹筹 又名竹风 六次木蜂 中外又大又深的五爪金龙花 每朵每朵精挑细选 已经到访的花 就无谓再浪费时间 随着越来越多木蜂起身工作 彩花蜜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彩花蜜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另一种风蜂 青挑花蜂 亦都尼采花蜜 黑花蜂 这种风蜜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中国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大型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词外活动 对于小朋友的成长来说 是相当之重要的 Vayah 你还记不记得自己 小时候最喜欢的 库外活动是什么? Yvonne 我喜欢一些团体的活动 像街舞一般一班人一起玩 一起练习 一起表演 其实也挺开心的 今天帶大家去到叢化的旅田 去認識一位專門教小朋友跳街舞的九寧俠 2019年,大於許二遊客的身份 第一次由香港去到叢化旅田 感受到綠水青山的自然風光 而令他萌生創業念頭的 就是這道順泊的香風 和一班學望跳舞的孩子 2020年,他選擇扎根叢化旅田 這個來廣州城區一百多公里的小鎮 將街舞帶到鄉村 為鄉村的小孩開展不一樣的藝術課堂 普遍來說,這裡的小孩 都是揭發一些心理上的照顧 例如性格孤僻、沒有什麼自信 我想透過街舞的圈軟力和魅力 能夠跟他們重拾昔日的微笑和歡樂 所以我將這件事轉到鄉村的地方 可以顯著我人生第一次發展的起點 四年級的小鎮 從小就有一個跳舞夢 之前通過上網自學 後來加入街舞培訓班 不僅水準大幅提高 同時定期外出表演 性格亦更加外向活潑不協償 發生跳舞這個真的很有趣 就是很多動作都是很難的 很難學也要用心學得很酷 大于許先在校園進行二教街舞試點 後來開設了自己的街舞工作室 目前有超過20名青少年 成為長期培訓班的學生 希望日子可以跳得很棒 就是更大的舞台跳 這是我第一個在港澳大灣區做的 農村才藝培訓的一個試驗點 我希望未來五年之內 都可以做到一百個類似 才藝培訓的鄉村 自今年六月開始 香港特區政府以及香港中聯辦 聯合舉辦 時代精神搖香港系列活動 其中大國建造主題展 就是系列活動的第三場重頭戲 在這裏有一個主題展 帶大家去看看 香港和內地不同地方的主要建築 近年來 香港一直在推進重大民生工程的建設 其中包括在建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坐落於西九文化區 佔地約一萬三千平方米 是故宮博物館與香港西九文化管理局 合作建立的博物館項目 也是北京故宮博物館 在內地以外的首個合作項目 項目建成後 將為及七百三十萬香港居民 和每年約二千萬的國內外遊客 我們希望在明年四月份之前 所有工作可以完工 我們非常有信心 保護館可以在明年去開幕給公眾 作為幸福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 一個重點項目 除此之外 已建成使用的香港兒童醫院 亦是今次活動走訪的重大民生工程之一 該院是香港首家兒童專科醫院 亦是亞洲最先進的兒童專科治療中心之一 盛載著香港五十年的夢想 其實香港有很多兒童科的部門 分散在十三間公立醫院和兩間大學 直至今時今日才實現 所以整體上在兒童科學術界裡 是一個非常感恩的一件事 今次的時代精神要香港之大國建造主題展 除了有香港重大民生工程走訪活動之外 還特別邀請了內地多位建築專家 走訪香港的大學校園 我的歲數和中大平均 所以我也對誰能放鬆一下 助力與我們兌現時間就是生命 這樣的承諾 其實今年是國家和民族的未來 但是創新是靈魂 就是我希望我自己能在這裡拋森引玉 令到他們有更多的發展去思考 我記得小時候最喜歡每逢週末 爸爸媽媽都會帶我遊樂場去玩 而當中最深印象 就一定是玩一下攤位遊戲 贏一下獎品 對呀 隨著時代的變遷 你剛才說的這種遊樂場就越來越少了 小朋友想感受親子歡樂的機會 好像也不多 所以最近就有一班有心人 舉辦了第一屆的親子同樂加年話 讓大家可以一起去輕鬆一下玩一下 謝謝大家 對呀 因為疫情也很少 我現在就出街玩 現場除了小朋友玩得開心 很多大朋友都玩得不逆六符 似乎穿越小時候充滿回憶的禮縣 據了解 今次活動是首屆親子同樂加年話 而香港物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 亦都應邀參加今次活動的啟動儀式 最後足同斯文互動體驗遊戲 據了解 首屆親子同樂加年話中 所有的遊戲內容 都是游結深社團親子設計策劃 他們說 最花心思的地方 就是這些遊戲 要由三歲到七十歲都對玩 我們有一個團隊 大約有十個人 我們分工合作 各做各的 有些人佈置 有些人做道具 有些人在網上購買道具 各方面都有 隨著近日疫情受到控制 在遵循防疫限制的情況下 舉辦了首屆親子同樂加年話 希望令大家可以放鬆心情 凝聚家庭 正能量之餘 還可以推動香港社區共融 讓我們觀塘社區的朋友 在這個週末 可以一家團聚 共聚天倫 親子來玩這些 很有創意 亦都很環保的遊戲 我們都期望透過多些 這類型的活動 接觸不同的群體 包括小朋友 青年 婦女 或者長者 令社區能夠多元發展 我們才能夠繼續 向明天會更加出發 今次的活動 主辦方嘗試了一個新的活動形式 並且得到大小朋友的認可 以後 熱心社團 不定期在觀塘 九龍東等香港各區 展開多元化的活動 迎聚各界人士服務社群 推動社區共融 關懷社區工作 將這個歡樂的氣氛 推廣到千家萬戶 這是我們最希望得到的效果 鳥堪神州精彩在善 今集將會帶大家去到揚州 一覽秋式 那裡的水燦林 已經是慢慢滿座了 隨著天氣慢慢轉涼 也迎來水燦最佳的觀賞期 我們一齊來感受一下它的魅力 我們下一集灣區傳媒體再見 拜拜 星期五